欢迎回来继续focus 在这一次的以哈冲突里面 人道救援一个关卡非常重要 常常被提到的邻国就是埃及 目前埃及的总统赛西拒收190万的巴勒斯坦难民 因为埃及自己自顾不暇 无法负担 12月10日 埃及第一轮总统大选投票将展开 现在总统赛西出身军头 他希望连任第三届 13年的时候 赛西是逼退执政只有一年的民选总统 然后夺下了埃及大权 到现在已经十年了 他前两次选举用各种手段逼退了反对派 得票率破九成 可是埃及现在的经济遭到不像化 民心思辨 有三个反对党的候选人至今参选不退 埃及总统赛西12月5日 在开罗与塞浦勒斯总统见面 阿拉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与欧盟岛国中人口倒数第二少的小国 现在面临共同困境 超过190万的巴勒斯坦难民 同一日埃及外交部发布声明 痛批以色列政府再批准新屯肯去计划 要在违法占领的东耶路撒冷 行建26个足球场大的以色列社区 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边打边占地 切割东耶路撒冷与约旦河西岸 两块巴勒斯坦人聚居地 台下支持者掌声热烈 要挑战连任第三次的赛西 却压力沉重 要扛住批评 很新聚收 明明40的巴勒斯坦难民 因为国内通膨和外债都飙高 12月1日到3日 埃及总统大选 海外投票开始 从贝鲁特到利亚德 全球121国的137个埃及大使馆 就是投票所 12月10日开始两天国内投票 若没候选人赢得绝对多数 1月份会有第二轮投票 埃及人口目前估计 在1.4亿到1.5亿之间 至少有6700万合格选民 他们都吃得饱 这里不是加萨 而是开罗街头 民众在街头排队争吵 抢购比较便宜的食用糖 食物可能供应不缺 但消费者缺钱 街头小贩发现 过去人们买食物 是以重量为单位 现在直接报预算 让摊主乘精良 因为薪水没涨 埃及通膨目前约35% 明年可能上升到40% 物价飞涨外债沉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去年12月签署的 30亿美元融资 今年底到期 这时候埃及却不得不接纳 数百名巴勒斯坦伤患 后来会不会碍于 国际压力接收更多 没人知道 但多一个难民 就是多一份财政负担 第二类就是伤势严重必然导致残障 需要复健的儿童 他们康复时间漫长 需要很多医疗资源 而且加萨伤患还在暴增中 埃及难以拒绝医疗难民 援助物资也必须经过拉法口岸 经埃及运往加萨 作为邻国的埃及 为了以哈战争负担加重 赛西能继续得到选民信任吗 确实有人来参选 不过军头出身的赛西已经先有筛选动作 逮捕反对派大将人权活动家卡西姆 并在九月将他判刑六个月 前两次大选中赛西就用过各种手段 施压逼退反对派 2018大选中甚至只有一位默默无名的政客陪选 被西方媒体批评为假民主 不过这次不同 埃及三个主要反对党都推出候选人参选 前两次赛西已逼近97%的高得票率胜选 在如今各种现实困境下 可能无法再赢得这么漂亮 TVBS新闻综合报道